他不是小男人 小男人最多是撒撒娇 埋怨埋怨抱怨抱怨 他不一样 他报复心中 笑里藏刀 秋后算账 你不是小男人 你是小人 我最痛恨的就是这种小人 笑里藏刀心急中 并且报复心特强 这个被土老师怒斥为小人的男生 就是今天的男嘉宾小陈 那么他到底 做了什么让土磊这样说他呢 此时此刻女生到处了原因 他就是表面上什么都一团和谐 好好好 不会跟你争执也不跟你吵 但是嘛就什么事都往心里搁 跟你较劲 完了还会就整一些 各种奇葩损招 报复我给我颜色看 就这种 我的天哪 女生小黎26岁 在一年前认识了男友小陈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男友是个笑面虎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总是让人摸不透她的心里在想什么 并且无论大事小情 她都记在心里 从来不把事情明面讲出来 更可怕的是小陈的报复心还特别强 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找女友秋后算账 背地里 做出一些报复行为 这让女友小玲感到后怕 严重点说小陈的行为举止让人不寒而栗 那么小陈到底做了哪些事 让女友后怕呢 这所有的一切 还要从中秋节发生的一件事说起 就这次中秋节这事吧 你看我跟他交往这些时间了 挺想见他父母的一直 然后他呢一年到头工作也很忙嘛 也想跟父母团聚 那我就想借这次机会就一起聚聚呗 小玲想借着中秋节这次机会 和男友的父母见上一面 还告诉男友到了那天 这一切都由他来安排 小陈见女友这么有诚意 也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可是到了中秋节那天 恰巧不巧小玲收到公司的来电 说是有个加急的项目 必须抓紧赶出来 所以小玲光顾着忙工作 接父母的事情就这样给忘记了 之后 小玲忙完手头的工作 一看时间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但是现在的时间早就过了接战的点 于是立马打电话给男友 准备向他道歉 做好了被训斥的准备 可当电话拨通后 男友的态度却显得异常冷静 男友不仅没有指责他 还好言相劝去安慰女友 这让小玲瞬间感到了温暖 没想到男友竟是这么体贴的男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 看似男友没有去责怪他 其实背地里早就计划好了一切 自从把父母接过来后 小玲就没见过他们仨 但是接下来那几天中秋节 我就是没见到他们仨 对啥 我不就是想的就是给她的颜色看看吗 让她长长技巧 你看今天她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没错 正是因为女友诗约小陈非常不满 但她并没有把心中的不满表现出来 而是默默地藏在心里 不知情的女友 还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哪曾想男友竟故意在背后搞鬼 连续三天都没让小林见到人 也正是因此 小林看清楚了这一切 原来这家伙是个笑里藏刀的人 但这件事并没有让小林质疑两人的感情 毕竟是自己有错在先忘记了接待父母 所以男友的这次报复行为暂时还可以理解 可是没过多久的一次旅游事件 让小林彻底看清了这个人 她呢后来说带我去厦门旅游 我当时挺高兴的 我说叫了一帮朋友一起去 结果你知道连续她叫谁 她把前女友叫出来了 那我叫我前女友那还不是有原因的吗 为啥 出去旅游竟把前女友带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件事跟上次接父母的那件事有关 当时因为接父母的事两人闹得很不愉快 于是小陈便想着带女友出去玩 以此来缓和一下彼此之间的尴尬 可女友却把这次旅游当成了聚会 叫上了很多朋友 其中还有前男友 这一举动可把小陈气坏了 所以为了报复女友 这才把前女友也带上 女生带前男友 男生带前女友 这所有的一切看似合情合理 但有个至关重要的细节不能忽略 那就是小林在做决定之前 已经提前告知了男友 我跟他说了 他当时没有说不同意 打电话的时候 他在旁边不知道 你要是很介意我那个朋友 对吧 你要是不想让他来 那你直接就跟我说 让我别叫他 那我肯定不会叫他的 你当时他没有说 他却连了给我这么一出 没错 这就是让小林后怕的原因 小陈这个人 表面什么都看不出来 等到了关键时刻 就会用各种损招招 你秋后算账 就像第一次接父母那件事 明明可以当面训斥女友一顿 可他却摆出一副 善解人意的样子 背地里却计划着报复行为 再加上这次的事件 几乎可以断定 小陈就是一个 效力藏刀心击中 并且报复心极强的人 那么既然是这样 小林为什么早没有发现呢 如果发现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呢 其实小林在和男友 刚开始相处那会儿 就在男友的手机中 发现了问题 就有一次我拿他手机 看他的那个朋友圈 我发现他就设置了很多那种 仅他本人可见的那种内容 上面都是大大小小 我的罪状 吐槽我 其实那件事吧 真的都是很鸡毛蒜皮的 我都没记在心里了 刚开始相处那会儿 小陈就把两人 所有发生的不愉快 记录了下来 在手机中 写满了女友的罪状 例如小陈做面膜 被女友开玩笑 说成小白脸 又例如小陈在厨房做饭 不小心被烫了一下 立马大喊大叫 结果遭到女友吐槽 像个小女人等等 其实这些事 在小林心里 根本就没当回事 只不过是个玩笑而已 但在小陈心里 就不一样了 竟把这些不起眼的小事 完整地记录下来 由此可见 小陈为什么要记录这些 这其中的原因 可想而知 小林刚开始看到这些 确实有点后怕 但那时候的两人 还在热恋中 也就没太在意 心想着和男友 好好沟通一下 也就过去了 可让小林 万万没想到的是 之后的男友 不但没有改掉这个毛病 还越来越严重 当时小林的朋友 要离开北京 于是便想着 大家在一起聚一下 去台球厅一起打台球 而这件事 小林也告知了男友 并且邀请男友一起参加 但小陈因为工作原因 不能参加 还很高兴地嘱咐女友 让他们玩得开心一些 女友小林见男友 已经这么说了 那当然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了 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结果去那台球 打了这一半时候 他朋友就给我打电话 就披头干凉 就有一顿说 你怎么他了 你怎么就抛弃他了 他自己一个人 怎么就这样了 那我就过去看嘛 结果过去看的时候 他是吧 就酒没喝多少 然后他就用这种方式 让别人来来说我 表面上嘱咐女友玩得开心一些 其实小陈的心里 非常不情愿 最后找朋友喝闷酒 还把事情夸大其词 让朋友去数落女友一顿 这就是小陈的所作所为 当然 这件事也是小陈 从男友手机上的发现开始 到实质性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直到后来 接父母还有旅游那件事的发生 这所有的一切 让小陈感到不寒而栗 这种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行为 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所以小陈来到节目组 希望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此时此刻 了解真相的图老师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图老师毫不遮掩地痛斥他 一语道破男生的本质 这就是小人的行为 孔子有句话说得好 为小人与女子难养 也尽则不逊 远则愿 如果男生继续这样发展 不做出改变 那么无论是爱人还是朋友 都难以和他相处下去 所以说 小陈的现状至关紧要 必须做出改变 只有心胸宽广且又坦率的人 才能让接近你的人去了解你 如果做不到 那么就只能对你敬而远之了 但要说到女生 图老师建议 男生再没做出改变之前 不要盲目选择 因为这样的人 确实令人后怕 如果真的执意要和他在一起 那么也得等他 做出改变 再做定夺 所以 结果也可想而知 女生听从了老师的建议 选择离开 而男生 也只能无奈地 尊重别人的选择 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 那么事已至此 屏幕前的你 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一位 我属于 我属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